下面我们来学习本书的第22章 在Java中连接Oracle 那么在本章当中 我们将学习如下的内容 JDBC与ODBC简介 SIM方式来连接Oracle JDBC,ODBC桥连接Oracle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JDBC与ODBC的简介 什么是JDBC,什么是ODBC 那么JDBC与ODBC虽然重命名上只差了一个字母 但在使用的方法上它们却有很大的差异 JDBC它的全称是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 Java数据库连接 具体上它是一套Java运用程序接口 用来执行到数据库的Secure 它包含在Java类库当中 JDBC是程序开发人员的福音 它独立于关系数据库 可以为不同类型关系数据库提供同一访问 也就是说开发者只需要写一个程序 就可以访问不一样的数据库 而不用为此重新编写代码 它是由Java语言编写的 因为Java语言的与平台无关性 那么它编写的程序呢 就可以运行到任何支持Java平台的环境下面 同样的 我们不用为不同软硬件环境 再编写不同的程序 真正呢 做到了一次编写 随速运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JDBC呢 简单易用 很容易上手 读者要想实现基本操作 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得到你想要的 那么总的来说 它能完成这样几个操作 第一 建立于数据库或数据源连接 第二 发送要执行的Sellusion 第三 处理返回结果 那么要想操作数据库 我们还需要有这个数据库的JDBC JDBCDriver 那么这个驱动呢 一般是由独立厂商提供 它就像一个桥梁一样 连通JDBC API和数据库 依照JDBC的规范 它支持四种类型的驱动程序 这四种驱动程序呢 分别是JDBC ODBC桥驱动 使用这种类型的驱动的前提是 客户端电脑安装了 ODBC驱动程序 通过JDBC调用ODBC 然后由ODBC连接数据库 但这种驱动执行效率并不高 而且也不适合基于网络的应用 因为不是所有客户电脑都要安装ODBC的 第二个就是本地应用程序接口 部分支持Java的驱动 这种类型和第一种类型驱动非常相似 它将JDBC调用转成某种特定数据库客户端的调用 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需要本地机器安装特定数据库的安装客户端 这种类型同样不适合网络应用 那么第三种就是数据库中间键的 从Java驱动 那么这种类型的驱动将把JDBC调用转成一个中间键需要的协议 然后由中间键服务转成数据库网络协议 由中间键负责连接不同的数据库 这种类型实际上是由三层构成的 它在中间键服务器上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做一些调配 例如在中间键这一层使用第二种类型的驱动 第四个 直接连到数据库的纯Java驱动程序 这种类型的驱动完全由Java编写 使用方不再需要安装客户端软件 它将接地BC调用 直接转投数据库使用的网络协议 允许客户端直接访问数据库管理系统服务器 这个类型的驱动通常也被称为第四类型驱动 那么什么是ODBC呢 ODBC在接地BC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它的全称是Open Database Database Connectivity 开放式数据库连接 它是由西语言来实现的 它是由微软推出的统一的访问数据库的接口技术 它的应用呢也是比较广泛的 这种技术允许在Windows环境当中的应用程序 在不用修改的情况下 可以访问不一样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它使得应用程序独立于数据库管理系统 所有对数据库的操作 都由数据库管理系统对应的ODBC驱动程序来完成 这个和接地BC非常类似 但是这种访问的方式 它的效率会比较低的 通常在测试或者是过渡时期来使用它 用ODBC的主件呢 包含什么呢 ODBC管理器 它相当于是一个容器 把我们数据库管理系统可以配置成应用程序可用的数据源 第二个是ODBC驱动程序管理器 对使用者来说它是透明的 加载ODBC数据库驱动程序 包含在ODBC32.dll当中 那么以dll结尾的呢 我们也管它叫做动态链接库 第三个主件呢 就是ODBC API 也就是这个函数库 再就是ODBC数据库驱动程序 数据库驱动程序呢 它主要也是以这个dll 这种动态链接库 或者用来处理ODBC来调用的 这就是数据源这几个主件 那么在Java语言当中 把我们ODBC数据源通常呢 就是通过JDBC ODBC这个抢驱动来完成的 这个就是JDBC的功能 ODBC 然后我们看一下信方式来连接Oracle 那么目前绝大部分的数据库呢 都提供了JDBC driver 比如说Oracle DB2 MySQL等等 但是不同类型的数据库驱动 是不一样的 如果读者自己的电脑 是安装了Oracle 11G 那么可以直接到你这个 安装文件夹下的JDBC下面的 LIB这个目录下查看一下 自带的驱动 那么我们在企业当中 Java超级Oracle的开发 最常用的就是第四类驱动 你们得管它叫做JDBC SIN这种类型 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类型 它的优点呢 就是比较方便 效率高 并且开发者容易接受 客户投资也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Java语言 访问Oracle的步骤呢 主要是这样几个步骤 假设呢 你使用的是Eclipse 这个开发工具 那么首先 你需要创建一个工程 创建一个工程 之后呢 导入数据库里面 要用的这个驱动包 第三个呢 是需要创建配置文件了 那么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要先连接数据库的方式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是以这种信方式来连接的 看看我们怎么写 在配置文件中呢 比如说 Oracle的配置文件 Drivers 等于 Oracle cdbc Drivers 那么这一行呢 是Oracle连接驱动的一个字符串 在代码中将获取该变量 用于加载Oracle 数据去做 然后UIL 它的地址是什么 等于 之后呢 之后呢 第四步是你要创建一个数据库连接初始化文件 那么可以在这个工程 src这个目标下我们创建一个com.db这个包 在这里面呢 我们再创建一个dbconfig.java的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呢是我们如何来初始化这个数据的 怎么把从配置文件里面的内容获取回来的 我们在这里 读者呢可以直接在这个 本娘的这个内容里面直接找到它 看到它里面写的 直接放到你这个工程里面就行了 然后我们就需要创建一个数据库连接类 这个数据库连接类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打开数据库连接和关闭我们数据库连接 别的操作呢就都没有了 主要就是打开关闭数据库 然后最后一个呢 我们就可以编写一个测试类 看看能不能取得到这些数据 那这个测试类呢 大家可以直接在这个 这本章当中的这个第六步 编写测试类里面 把这个代码拷出去 在你这个程序里面执行一下就可以了 你就不详细的再讲了 之后我们看一下第二种方式 JDBC ODBC桥来连接Orico 那么使用JDBC ODBC这种桥连接的方式呢 它的前提是我们客户端电脑 必须要有ODBC的驱动程序 而且需要安装Od 需要安装Orico的客户端程序 那么也可以安装相当于客户端程序的其他程序 那么这个呢 在Java当中用的并不是很多的 那么首先需要配置的就是ODPC数据员 那么ODPC数据员安装步骤呢 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我们需要找到数据员这个选项 数据员这个选项呢 可以在我们这个电脑当中的控制面板 然后找到管理工具 管理工具这个里面呢 我们会找到一个数据员ODPC 我们找到它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配置这个数据员 那在配置的时候呢 大家需要看到这样几个概念 第一个是用户DSN 这个呢 是为某个用户创建的数据员 这些用户都可以使用 这些信息呢 它存储在Windows注射表当中 这就是系统DSN 系统DSN呢 指的是整个系统的数据员 只要有访问权限 就可以使用在这里面的DSN 还有就是文件DSN 它不保存在注册表里面 而是一个文件 可以让使用者连接数据提供者 那么就是说在配置数据员的时候 会出现这样几个选项 那么还有呢 就是驱动程序 那么它呢 列出了本机 所有已经存在的驱动 从这个标签上呢 可以看到每个驱动程序的版本 它的所属公司 以及日期等等 还有就是跟踪 允许启用跟踪 使用者能够查看 ODBC的调用日志 并且呢 可以设置文件存储的路径 还有一个选项呢 就是连接词 不用的连接返回到连接池中 等待下一次的调用 适合并发访问调用 节省重新连接服务器的时间 最后一个呢 是关于这里面有ODBC核心的组件 等等这些信息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创建的是这个系统DSN 那这里面呢 我们添加一个驱动程序 添加好了之后 我们点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程序就创建好了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 JDBC ODBC这种桥的方式 来连接Oreco数据库呢 那么完成了 ODBC原的安装之后 你怎么连接呢 我们只要修改我们前面的这个JDBC信这个程序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连接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修改的是这个属性文件 这个文件 我们原来怎么写的 是吧 有这个JDBC信这种方式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把它这个drivers改成 ithan.jdbc.odbc.jdbc.jdbc.dbc.dbc DOMVC 然后在URL这个地方 把它改成JDBC.odbc.org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种方式呢 就变成了JDBC.odbc桥连接Oreco的方式 那么剩下的内容是不需要修改的 内容都是一样的 那么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在本章当中呢 读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连接欧瑞口数据库 那么这部分呢 不仅需要读者知道怎么连接数据库 另外一个也需要大家要了解加瓦语言 对加瓦感兴趣的人呢 我们可以在网上找一些加瓦学习的内容 然后呢下载一个Eclipse这个开发工具 你在这个里面呢 按照我们的操作步骤 试一试是否能使用加瓦连接到Oracle数据库上 那么这个就是读者的一个收获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章的内容